1912年9月 日本明治天皇去世 为了表示对天皇的效忠 13日 日本陆军大将乃木希典 和他的夫人否复自杀 从而开创了日本近代武士否复 效忠的先例 这就是被日本统治阶级 大家吹捧的所谓武士度精神 这样武士度精神 究竟开始于何时呢 日本学者对此兴趣殃言 观点亦不尽相同 有人认为武士度精神 最早始于日本大化改身 大化改身开始于日本进入封建社会之后 逐渐形成了一个特殊的阶层 即是武士阶层 伴随着武士阶层的产生 武士度精神慢慢出现了 作为武士要讲究忠勇 善于杀佛 折异律己 誓死如归 一旦战败的时候 宁愿否复自杀 亦不可以当俘虏受辱 以此表示对主子绝对忠诚 另外有一些日本学者认为 武士度精神的形成 应该始于日本幕府统治时期 1192年 袁氏集团首领袁赖朝开始了将军幕府的统治 幕府统治者为了控制和管理武士 制定出了各种规章细则 他们将武士的思想作风和行动准则 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 1232年 廉仓幕府公布武家法规 欲成败色目 欲成败色目强调忠、义、勇 规定武士必须常年配刀 而且以杀佛为荣 宣扬日本刀不见血 不是真正的武士 综合上述所说 可以看得出 武士度实际就是将 余教、佛教禅宗 和神道思想三者融为一体 是军事封建专制主义的产物 还有一些日本学者认为 日本武士度精神的真正形成 应该始于明治为身 明治天皇实行了明治为身 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 其中一项重要的内容 就是对为数众多的武士阶层进行改造 明治政府将武士们 在封建时代对领主将军的效忠 发展为对天皇的愚忠 在军队内外大力宣扬武士度精神 将它冒充为日本民族的固有精神 1882年 明治政府颁布的军人斥语 向武士度提出具体的武士度精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